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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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 那你把这杯酒给我喝下去 你把这杯酒都喝了 便是 瞧 这酒里真的没毒 刚才的白色粉末 只不过是温酒过后的痕迹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云欢 依你之见 此人该如何处置啊 带回府中 细查绅士 将军 为何要如此对我啊 因为你这张脸 犯了木王的计划 既然你不想交代 为何不想交代 因为玷儿 遇见了将军 由将军做靠山 何想 日后即便是入了魔王府 往后也能有所依照 我听说 虎口罩也有红质的 万事都能化行为宜 拥抱一生平安 你若是诗乡 就尽早离开这里 否则今日这一切 就是人间烈狱的开始 那不如你我联手 伤母王府 改天换地如何呀 我父王今招的狐狸精呢 出来 你已经不是法王宫中了 我父王联系你琉璃的名字 你现在就是我们王府的剑主 今天我就要毁了你这张脸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有人跟我抢房间 这位是卿城郡主吧 或是你父王心纳入府的心扉 按照道理 她应该叫我一声 小娘才是吧 这个女生不是已经死了吗 将军快把她赶出去 你好好看清楚了 她脸上无伤 身上无痕 她们两个只是长得相像而已 我不管 将军 我不想见到她 让她滚 你是我夫君 你应该帮我 你不必拿着夫妻须面来压我 我们本就是契约婚业 我从不爱你 更没有碰过你 人 都是要懂得妥协的 是啊 这个死过椅子的女人 她回来了 她回来了 将军真的相信 这个却夫人和怀王公主无关 不管是不是她 在这个暮气沉沉的王府里 总算是找到了一些生据 我明白将军心里苦不堪言 当年 当年是卑之世之 您记住 清却已拥有杀父之仇 她已经死了 侠封殿 而世界上 没有比死人更为安全的身份 你说你是南疆人 我叫人做了点南疆菜 你尝尝 据说这是一道南疆名菜 其中有一种香料叫 叫满天星 什么人将自己家乡特产的名字都叫错 雀儿不是犯了沐王什么忌讳 一张口就出错 雀夫人是南疆北 沧河边长大的吧 正是 我戍边途中经过那里 的确是有人这么叫 这糖膏不知道夫人吃得正宗还是不正宗吗 这糖膏 我问的是她 不是你 我们家乡那边的糖膏应该是清淡的 这个口味太重了 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啊 王爷 谁承想我有这等福德 哈尔薛 你可不要嫉妒我呀 我是没有意义 只是清澄她 我不许父王娶这个狐狸精 你这个装神做鬼的女人 靠不撕破你的脸 不得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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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张脸我从小就欺负到她 我偏旧无力了又如何 王爷 父王你真是老糊涂了 你娶谁不好 你非要娶这个丧门性的索命鬼 你不嫌恶心 我都嫌恶心 太没礼数了 她不仅是我娶进门的雀夫人 还是你的小娘 你居然为了这个狐狸精打我 这里容不下我 我走就是了 此处清楚需要令牌 想来 定是藏着什么机药 你不是南江人 南江无人叫她满天星 黄凉草 我故意叫错这个名字的 因为 你只要帮我掩护过这一回 我们就是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 你和我 谁都跑不掉 你若是笨一些 我们合作会更加顺利 好啊 好啊 将军还给我的香囊还没用呢 我可不想被这个老匹夫霸着 这是花楼拿来的卖身器 雀夫人缘机南疆 父母聚在 都合言过了 雀夫人身份实属无辜 至于留与不留 全凭沐王决断 将军的心可真大呀 即便本王不介意 面对这张旧情人的脸 将军真的可以心如之水 我来见沐王殿下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 放他进来 今日本该是我与沐王大喜之日 先前与王爷闹了些许误会 却而不想王爷信有嫌隙 卫义啊 做了碗羹汤 那不如你喂我喝 等一下 让将军先尝尝鲜 难道将军也要我亲守卫不成 混账东西 连个汤碗都端不住 本王要你有何用 这一巴掌又是打在雀夫人 如花似义的脸上 岂不是毁了沐王的良辰美景 有道理 新婚之夜 洞房花烛才最重要 去啊 听草王爷发落 老皮肤 今夜你若敢来 我必将杀你 小宝贝 开门 本王今夜要好好疼你 你当初并不许认得拿走 王父怀王的一切入我 本王来了 既如此 他就心仇就黑一几算 我送你去给我王父谢罪 怎么是你 守门不知 万里 平行扳下你的命 只是世界狠行 也不答应让爱留在 测经 风也走 生活不再远行 也不相信凋零 只是此生的宿命 只是时光提醒 都是竹亭临下就该结冰 誓言都叹净 我也曾有过煽情 有过动情 只是美的 感动命运夺引的心 只能回到曾经 把雨汗慢慢 填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